哈囉 歡迎來到用程式玩音樂 務實的樂理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是節奏 什麼是節奏呢 歌曲裡的節奏是按照一定的規律排列起來的 比較對應的樂器就是架子鼓 像是裡面咚咚咚的聲音 通常架子鼓較明顯的歌曲 相對更容易找到歌曲的節奏 那我們可以稍微認識一下架子鼓的鼓譜怎麼看 可以看到鼓譜是三行並列的 然而鼓譜都是依照鼓主的相對位置編寫而成的喔 依照實際位置的樂器來對應鼓譜的位置 第一個我們先看中間綠色框框那一行 小鼓會固定出現在第三間的位置 以小鼓為基準點 用相對位置來解釋其他的鼓位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藍色框框 這邊的話其實就是我們大鼓的位置 由於大鼓是位置最低的鼓 所以出現在我們第一間 另外在寫鼓譜的過程中 會將手跟腳分成高音部與低音部 高音部的斧框會朝上 低音部的斧框則是朝下 所以可以發現我們大鼓的斧框的位置是朝下的 那斧框其實就是我們看的豆芽菜伸出去的根 就叫做斧框 最後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張圖 紅色那一排的話其實我們的銅拔類 會固定出現在第五線上方 這個跟小鼓一樣 都是以腳踏拔Hit Hat為基礎點 依照實際位置的樂器來對應其他拔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就是節奏 節奏在音樂中會有規律的強弱長短現象 不同節奏的歌曲會有不同音樂含義 對於表達音樂內涵有很重要的意義喔 可以看到左邊的44 這個稱為π號 這是表示一個小節有的π數 與計算小節π數使用基準的音符方式 上面的數字表示一個小節所擁有的π數 下面則是用來計算這個小節π數所使用的基準音符 舉例來說 上面的4表示一個小節有4π 下面的4表示4分1幅為1π的長度 而四四π的歌曲類型其實出現在很多流行樂 現在很多流行樂都是以四四π為主 所以佔了大數 講完節奏後我們要來講的是π數的部分 π數的話是拍子進行的速度 也是常常聽到的tempo π數可以決定整首歌的快或慢 為了要讓演奏的人與看譜的人知道歌曲速度 拍數的單位都會用BPM來表示 那我們右邊圖的話 它表示的意思就是 一分鐘內會出現100個四分音符 我們前面都知道了音符 那音階呢?音階是什麼? 音階就是以全音、半音以及其他音程順序排序的一串音 大調與小調是最常見與最常用的音階 大調的話可以看到上面的右邊的圖 白鍵跟白鍵之間有穿插一個黑鍵的話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的全音 所以大調模式的話是我們的 全全半、全全全半 可以看到半音的話 都是白鍵跟白鍵相間 中間是沒有黑鍵的 在音階中的音程排序距離的話 也都是全全半、全全全半 那小調的話則是以 全半、全全全的固定音程 C到都相鄰一個鍵盤 所以音程是一個半音 對鍵盤熟悉的人就知道 除了C到都與Mi到發 音程為半音 其餘的兩個鍵盤 音程都是全音喔 那小調的話其實 在我們彈奏過程中 他聽起來的音樂會是比較偏向悲傷的 大調的話聽起來會比較開心、愉悅 在我們音階的話 五聲音階 顧名思義就是只有五個音所構成的音階 而五聲音階就是把大調或小調中的半音拿掉 聽起來就會比較偏向亞洲風格的音樂 最後一個章節要教大家的是和弦 大家可能最常聽到跟音樂有關的詞是和弦 其實和弦是流行音樂組成的主要基礎部分 所有歌曲都是由和弦組成的 從樂理上來說和弦是有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音 同時發出的 圖右上就是我們的C大調 是以C開始的音樂大調喔 那以大調音階 CDEFGAB為基準 任何聲漿記號階不影響讀書的關係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1 3 5 2 4 6 還有3 5 7 都是我們的和弦 在我們的1跟3就是都跟咪之間 包含兩個拳音 它稱為我們的大三度 而3跟5是咪跟收之間 包含一個拳音加上一個半音 所以是小三度 而比大音程少一個半音 就稱之為小音程 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左邊影片 其實裡面就包含7個半音 組成的就是我們的完美五度 而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就是我們的1 3 5 在我們第1音跟第5音同時彈奏時 還有在按下第4半音的地方 即為我們的和弦 那在小調和弦的時候 想要將第7個音一起演奏 是要注意 第7音永遠與我們的第三音 保持完美五度的關係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3 5 7 那和弦進程就是將使用的和弦 一系列就是以重複不間斷的部分 重複循環它就可以完成一首曲子 那Lavaria就是一個很有名的和弦進程喔 Lavaria是由右邊8個和弦的循環 所組成的一個和弦進程 這邊我來讓大家聽一下 現在流行曲的和弦進程 跟Lavaria的和弦進程 那第一個是現代流行曲的和弦進程 第二個是Lavaria的和弦進程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查一下這個和弦進程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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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